你們請到中間站 蘋果酒 水果酒 什麼酒都有 十二位女神拿著啤酒排排站 不是為了做促銷 而是為了要讓遊客在暑假時 能夠到高雄啤酒節 一同喝酒狂歡 光是辣妹和酒還不夠 藝人阿令 阿姨良 還有新生代歌手Jet Sean 也將在啤酒節中 高歌多首曲目 三個人一起乾杯 為高雄啤酒節盛會 熱鬧揭開序幕 乾杯 72712323的高雄夢時代廣場 不過單單只是喝酒 好像還少了些什麼 活動單位將在啤酒節中 準備澎湃喝了 讓啤酒音樂盛宴 能夠充滿美味的香氣 才剛成為金曲歌后的阿姨良 也擔起下酒菜推廣大使的重任 在6月中旬 前去馬來西亞 為台灣的美食跨國競賽 評選出最好的料理 大使聽說我們跟著團隊 去了馬來西亞的吉隆坡 對 有找到好東西嗎 有 我們真的是往自己的極限裡吃 就是為了找到好東西給大家下酒 嚇到在場的所有工作人員 以及店家老闆娘 就是說這個妹妹怎麼可以來什麼 就把她往肚子裡塞 而且到最後來說 請問有甜的嗎 第二個味還出來了 就甜點還真的有 很難想像體態鮮細的金曲歌后 居然是個大胃王 但是大家的重點都還是放在最令人期待的 啤酒節中會有哪些演唱曲目 曲風的話基本上會偏比較就是動一點 就是我覺得不要太近 因為我覺得那個是夏天的活動 我要讓大家就是稍微嗨一點這樣 所以準備了一些比較 punch比較重的一些曲目這樣子 我就動靜皆宜 對 就是要 動靜皆宜 對 就是情歌一定還是要的 因為很多人在喝酒啊 可能還是會唱一些情歌 所以我還是要陪伴大家 療癒一下大家 看來兩位歌手 對於啤酒節的想像不太一樣 但是無論選擇的曲風 是動感還是安靜 都是能為啤酒節添加不同特色的好音樂 啤酒音樂節也將邀請到17組歌手 一同參與演出 如此豪華的陣容 就是要帶著民眾 暑假一起到高雄 狂嗨個三天三夜